5月17日星期三 我们又说了一小钟 那需要用地产的一些数据 一些发展 最新都没有什么很刺激的东西 给市场了 最近看到都是大陆出了数据 今天就看到有些工业生产 投资零售那些 普遍都是不理想的 都是弱的 这个也都知道的 都没有什么进一步解说 整个经济这样是差弱 但是譬如说去到欧美那边 英国最近又出了些数字 看到都是相对稳定 整个世界似乎那些东西都是 稳稳定定的 没什么 没什么就 开始人们又不怕 不怕的 不怕的 接着市场又上升 这一两个星期的市场 其实就 你看到是想跌下去 又跌不到 又很多时候又倒上来 那你出的数字 也是参知的 有些是差的 譬如昨晚出的那个 美国制造业的那些数字 是差的 但是看到 其他那些又不是这样 是这样的 就是 我记得 其中 零八零七衰退之前 其实都是这样的 都见到很多数字 那时候还整天看着 就是要写很多东西 真的正在做那样东西 其实都看不到什么异样 即使衰退前夕来的那一刻 但是就 如果你对回一个 譬如说 U-curve倒挂的程度 到发生衰退的那个时点 那说真的 其实就 论的时间性是越来越近的 但是都还没够 都还没够 就是如果你 你用一些 譬如以前 好像又 好像现在这样 那个曲线倒挂 急插 插到去 那个衰退真的迷身 那其实照推的 现在这个地步 那个姿势曲线 应该就 深度的倒挂的程度 就差不多 就是倒挂的深度 应该差不多 虽然你看到 有时候那些 那些十年式 那些这几天 都好像轮了一些 轮了一些 但是都是那头的 都是三四几 那但是短那边 你现在看来 夹上去的那个位置有限 都真的 你就算短那些 那些 三个月那些 都三个月内 你还 可不觉得说 你可以加多很多次息 或者三个月 三个月 会再加很多次息 应该都困难 因为那些东西真的买来 那些东西买来的时候 那些东西买来的时候 你的息口前 已经夹 就是差不多到顶 那市场会看回淡 看回淡 看淡的话 短息会下跌 短息一下跌的时候 那个长月息差 可能会收率缩 但是现在有一样 就是 他们可能计算 都实在 拿得很准 似乎计得很准 令到经济 就真的 尽量推迟 那个衰退发生 那你从那个 就是 持开了那个货币政策 令到通知失控 这个当然就是一个失策 严重的失策 从一个失策完之后 严重的失策完之后 就是一个抬起来的局 来看 那他这次又抬起来 都算OK 都算不错 但是 这个局 也都不是一个 很多人喜欢的局 因为那些东西走得慢 整个节奏太慢 节奏太慢的时候 那些东西就可能 比较交着 比较交着 尤其是有建筑的楼市 就是 照计息口敏感的东西 应该就对楼市的反应 是比较大的 但是如果你说 就是官乎现在 到现在 就是息口 我想 嗯 由前年九月到现在 都年半 超过年半的时间 应该那个 货币政策的效果 是滲下来的 是见得到的 那其实 如果你说看一些楼价 以我最近观察 譬如英国附近 或者深区 就是我在深区附近 我看到那些 那些价值其实 有些微微回 但是不是一个 很显著的向下 我想这个局 跟香港差不多 就是 香港你都看到 是这样 是在回的 但是不是一个 很急的速度 那似乎 这个局 是会 会维持 直到去 那个经济 真的一下子 受不了 那些东西就会 走得快一点 但是 你现在不是走得很快 其实你说真的 就是 譬如这些东西 受不了了 开始出问题 那会不会又真的 直觉一下 下得很急 我就 我有少少保留 就是 现在看来 第一 就不够紧了 整个 整个 息口水平 你不要说 一个地方 美国 就算是廣闊一点 就是很多地方 其实很多地方的通胀 都更高 就是你现在还是一个 实质的负利率的状态 美国就慢慢紧 可能紧紧 有少少实质准利率 或者还有些少地方 是这样的 但是也不是太多 那你大部分都实质还是负利率 其实 其实不说得紧 不是很紧的时候 你就可能 就未必令到那个 那个经济真的 就是coo down 不快 你不是人位这样去冷却 那今天就找了国机会的数字 去立立 就是看一下那个大局是怎么样 那他的数字都算新的 就是都是早轮出的 不够一个月左右 那你现在经济数据来说 都没什么分别的 因为一个月才 甚至一季才出一次的很多数字 所以一个月前和现在都是差不多 那第三页 第三页 这个就是说那些investment trust 那些funds 就是那些基金 他们那个里面的商用的物业 那个价格是怎么样变化 按年变化是怎么样 那你这里就看到是有几类东西 全部的有office officer就是商业区上楼的那些 retail就是地铺 就是上楼的那些 那些无份的 那再下就是工业 再过就是地产 不是这个住宅 那深色的那个就是欧洲 不是这样的 就是地产价格 反而住宅 就真的下得比较多些 那你如果另外一个比较多的就是office 那反而就是retail 或industrial 那些就少一些 但是普遍来说 如果你在个trust里面的价格 就都跌到十几二十个 这个不是那个楼价的下跌 搞清楚 但是你楼价在美国来说 欧洲来说 又找不到这个breakdown 这个分布是什么分布 这个就是那个missalignment的分布 CRE就是那个commercial real estate 就是那个商业地产那个 那个错价 这个错价就是 你有多少是高了 就是比正常来说高了 比正常来说低了 或者这么说 跌升了多少 跌了多少 应该这么说 那他这里就有三十一个国家的数据 但是拋在一起 拋在一起出来的时候 你一算那个 比如你算回按年比 就是又是拆那几类 那看到有些就跌了 有些就在升了 那个升跌的分布就是density 就是一个分布 比较多的是怎么样 都是中间那些 就是上跌不多下跌不多 那有些就升很多 有些跌很多就少跌 那这个分布是这么看的 那你看到 这里又不是只是限商用的 它就这样升了 但是我按照它就提出来 但是实际上你看到 那几类东西 即是零售、office、住宅都有 都齐了 齐了 齐了 想让你看到分布 其实最差就是office 你除了可以亲身到上环D100 专门店之外 还可以去银行入数 又或者透过桂圆机 过数也可以 还可以登入D100 网站D100 Donets 订购 想即时过数 用转数快 就更加方便了 感激各位支持 有没有不明白 可以打给我们D100 网台专线 电话 22971825 22971825 2.0 2.0 3.0 3.0 3.0